大家可以笑好笑 大家可以笑好笑 你腦袋裡面有裝印表機是不是 紮亂 最想過去的時光好 那這麼多東西你覺得我們阿兒最懷念的是綠色合併 還是最懷念的是慈祐社 那慈祐社的誰 的哪一段去哪裡服務 有沒有 哪一段 他跟 就是他 他在起衝學校 天鄉的課理經驗 還有友情 主要這兩個 友情是誰是那個男的嗎 沒有寫出來是誰 追問他 我給你的建議就是 天鄉或是起衝學校 或是那個友情 可以追問他 因為你的素材實在太多了 你的菜我不知道怎麼炒 你就來我 你就可能來給我一個品牌 可是我們實在是出的太多了 我們就是給他一盤好菜 讓大家餵飽 好不好 就是一吃人養 你跟我那麼多品牌實在太精彩 馬上去吃我吃不完 我們建議你 寫成這樣你還可以練得那麼順 我還是在想 到底是你的腦子是什麼做的 看一盤了 好謝謝謝謝 我們回去幫他展開一下標題 然後針對一個 自由社最重要的回憶來問他 但是那些不要 好這個故事 其他可以練成的配菜 其他技術可以練成的配菜 其他技術可以練成的配菜 但是有一個最主要的唯一要追回他 你要一定要幫他追回來 這個哪個 好了 我用這個勇氣 OK明慧大哥 來來來 凱莉下一個是你好不好 好 OK 那下一步就怎樣 壓軟了 你的壓力有沒有很大 很大 我第一次 我是秦委的楊綠堅 國中階段是一個 是一段令人 回味無窮 都在投資了 終生難忘的青春 看密期 經歷充備 愛玩在一起 密在一起 有所有下 悲惜一種 因不伴使老師 有先入回復的觀念 認為是壞血症 只能從外表行為認定一個人 有成就或好壞 殊不知外表安逸 內心善良的情主體 少女的內心之間 是溫馨 感人熱於分享 愛表現打斷 你們注意 真是國中生 自我肯定 自我經歷的虛擬反應 隨著眼俊升學班時 隨著環境 流失風氣 國山階段 特別欣欣人生上進 每次播考上前三年 終於如願考上 桃園第二次宴 一場首宴 好 謝謝 借我一下邱大哥 你的標題是 國中子的 肥味驕傲的美好回憶 有沒有有點長 我們再把它縮短一點好不好 真的回憶的 國中生涯 國中生涯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可是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漢義 你寫得非常好 有把他的那些心情說出來 而且 為什麼這個人的字這麼漂亮 借我們看一下嗎 就是前面跟後面的筆記都不一樣 他的字很漂亮 很漂亮非常漂亮 可是每個人你看 有人可以寫的龍飛鳳舞 可是他還是唸得出來 那有些人他就是公公整整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組 真的是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好 我們再來想一下 他比較叛逆的是哪些事情 來頂撞國家 可以再發展一下 來凱莉開始囉 我們下一組一樣整 我們題目是成功只能留言定義嗎 開什麼的題目 我屬於五十歲 一個在心頭上有著二十萬頂級率的專業洗手 或者用他自己比較喜歡的字也是公民記者 但是談及生命中的成功經驗時 他卻說起初步職場 在台大醫院擔任護理人員 有一位七十歲左右的老先生 因為心臟病 在家戶病房住了半年 而那時的台灣的醫療環境 並沒有葉看網體外循環境 他們用了主動賣方府很見的人 把老先生的生命養救回來 時至今日 黃鼠林依舊能夠鮮明地想著異己 那日在家戶病房門開 那日家戶病房門開 瘦小的老先生等在門外 瘦小的老先生等在門外 對著在病房裡盲目的他們 微微舉手自現 然後緩緩回去 在金錢案成立定位成功的時代 對黃鼠林來說成功 可以是來自一個自現的手勢 好謝謝 來來來來來 看一下 我們的成功只能別人定義嗎 我們的內容寫得好像跟主題 有一點不太一樣 然後我會建議你因為他的 我們想一下 因為他 雖然現在是公民記者 你現在是倒序嗎 我覺得挺好的 那我們的標題可以變成 你在想一下好了 因為實在看來想 我在想一下 借我一下 借我一下 我待會下就跟你講 來來來 就你了 下一組請準備 你們的題目是 你們是有二十萬點擊率表嗎 還有下個要問一下 好 我們的題目是 最難忘 一生中 生命中最難忘的一件事 然後問成績 下標是 父母在不原有 反國方之母車禍 然後成績小姐 回憶其人生 中一個難忘的事 是三十歲時 去一年遊玩的 因為自己出國 就會把手機關掉 當回國下飛機 打開手機的第一身檢訊生 也知道 如果這段日子 猛新車禍出現的事情 看待父母在不原有 的確有期到 平常基因對於出國後 從認為 如果沒有電話網傳 就表示一切鋪壓 雖然自己出國會留下 聯絡帽子給家人 但回國收到 哥哥傳的簡訊 才知道自己 如果第二天後 母親就因為 騎腳踏車 在十字路口 被對向車撞上 後來住院 逢頭皮急增後 雖然無大案 並且在回國時 已經趕家休養 哥哥傳簡訊 那時候也只是希望 敬禮別太擔心 雖然這事件 並不影響 往後出流的性質 但父親因此禁止 母親騎腳踏車 既認為 畢竟母親年事已高 所以腳踏車已危險 但因為這件事件 而開始 重視加了 所以既想維護母親的自由 又想保護母親的心 的矛盾情感 越來越強烈 文浩 很感人的一段 我沒有別的評語 我唯一的建議是標題 媽媽 我在這裡 然後呢 我在你的文章當中 發現一個福餅 我一開頭會這樣寫 這叫撞生子 嗶嗶一聲誇哭 讓剛下飛機的 靜靈 回家的腳步 變得格外沉重 這樣開頭 聲音出來的場景出來 回上去什麼 不好意思喔 OK 這個不能給文章沒想出來 看你給我一下 你簡單分享好標題 我幫你下了一個標題叫 媽媽我在這裡 那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樣 就是因為 回來因為這場生活 讓他跟格外跟家人 你從後面後面都沒有問題 我只是 只是集在裡面挑口頭 會幫助你的文章更完整 會讓人家吸引別人 就可以抓我的眼球 謝謝 我們請回座 來追校圈的女孩 我們歡迎 我們有完美關係 我們唸100次也可以 媽媽知道你回來了 來 來 顯然我只是當記者而料 就是 我 很難 一心二用 我剛剛就沒辦法沾心寫 然後我也沒有問到 比較生命的事情 所以 寫個問題吧 那你就人看一下 我們這一組的題目 剛剛有講過 就是生命中最難忘的事 那我訪問的是那個帥哥 青春帥哥 所以 裡面就是 青春的傷痕 人生出幾頁戀愛功課 外形占憂逝者 我常被人認為 先入為主 於所當然的認為 他在清場也是得以無往的力 我是面帶一下我們的帥氣陽光安排 人和 談起大學新生的期待 難忘的青春戀愛情緒 當時像共同的事 朋友都也覺得 針對著同學告感 也得到大意 然後就在 一週之後 就對方提出分手 然後相應是我的意思 可以大概講一下 大概 就是當時他 因為是新 大學新鮮的嘛 又要適應學校 然後又剛好家裡來來 過世 就是又剛交女朋友 當時年輕男孩 一直怎麼處理戀愛的事情 所以呢 對方誤解 這個優秀的男孩 是不上進 不認真 沒有規劃 然後因為中人的誤解 一週內就跟他 變化錯了分手 那經過這麼多年 大三大四之後呢 他們 他總算被那個女孩 提出疑問 當初為什麼會分手 那才解開這個誤解 那事實上 他們現在還是很好的朋友 他等於是紅粉之幾 那我問他 就是你們兩個朋友 不介意嗎 他說不介意 因為互相得到的信任 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訊息 好謝謝 來來我看一下你的題 本來不知道他們是紅粉之幾之前 我下的是這樣的標 女孩你好嗎 以為沒有聯絡了嗎 或者是女孩你還好嗎 就更思念更綿延的一點 有的時候加一個孩 就覺得 開始這種感覺又不一樣了 那可是你幫他下的標是 青春傷痕還不賴耶 青春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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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覺得他最勇敢是還回去問他 為什麼 我覺得這才勇敢啊 他 所以我又說那是一個人生功課 所以現在還是傷痕嗎 所以現在還是傷痕嗎 不痛 可是他後來 他後來教我們還有東西那個類型 所以 我是他 其實他開學一座就去告白 我兒子現在就好大力開學一座 好 謝謝我想到標了 謝謝請坐 還可以是朋友嗎 類似之類的 還可以是朋友嗎 因為你們現在算是朋友 但是我相信絕對沒有辦法像朋友那麼朋友 喔 還可以是朋友嗎 然後那個朋友就是有女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女還可以是朋友嗎 就是有點雙軌制 就是有點那種FU就是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紅粉刺激 你知道我知道你們從小一直長大 可是 我對你總是多了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還可以是朋友嗎 好有的時候問一句來當 不是女孩還好嗎 可是因為你們現在是朋友嗎 所以我要改掉一次 還可以是朋友嗎 好 那這個就是針對你的心情嗎 我覺得有的時候那個心情可以多聊一點 那包括你現在選擇的女孩事情 在看下去變戀愛學分 我就要找另外一個人來講 好 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待會兒帶大家一點時間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求過 最後的壓軸由我們今天最快交導的大哥來幫我們 幫凱莉的文章來下個標題 我們交給你好不好 我們讓你來幫我們壓軸 你想要幫凱莉下什麼標題 我先拍你們 這個女孩頓 encias 反正 我提供 就是一個成功的意念 就是有一個成功的推手 來做成功的推手 很好 謝謝 有沒有更聚焦一點點 我們慢慢再想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 成功的推手 因為這一把手 可以是救人的手 也可以是寫作的手 我們可以把它加一個什麼 天使的手 或是天使之什麼 然後什麼 就是什麼 我現在很難嚇人 我們今天終於遇到難題了 我們一起來想想 其實我們專談的過程 就是我們兩個都覺得說 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辦法都還沒有成功的經驗 那我跟他說 可是你如果硬要有幾個 我現在腦海裡面冒出來是 當加護病房那個忙碌的裡頭 裡面生死交官的地方 門一打開是那個七十幾歲 瘦弱的老爺爺 他就等在那邊好幾個小時 只為了跟我們說一句真誠的感謝 他也不是愛言辭 他只會跟我們一點點話 那我們跟自己都有默契 那個是鼓勵我們大的一個力量 對 那所以我 他還會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講你的部落格呢 你那部落格 那個那麼多 然後你自己是寫手 所以我還會跟他講剛剛那個寫手 我就認為我是寫手 那但是我是一個真誠的希望 能夠讓人感動的 好 我講到了 用生命寫日記的百依天使 沒有啦 黃淑林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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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誠的 就是誠宗吧 阿姨現在會幫你保備啦 從何時 欸 老你不一定死啊 你不一定死啊 然後 謝塔 用生命寫日記的 白衣天使法術 沒有啦 因為公平記者是次要的 行政者是次要的 行政者是次要的 然後